好了,我們可以用Wade diagram 之前說了可以解釋很多東西 其中一件我想解釋的東西就是用景深 拍照的時候,什麼是景深? 就是你看到你的焦點一定是放在這些較明顯的花上 你發現前頭的花是變成做一些比較模糊的地方 我們怎樣用Wade diagram可以解釋呢? 首先我把最明顯的花,B這點就幫你畫了 其實我也是畫兩條最基本的光線 一條的平衡光線,平衡於Principal Access就會穿那個F F就是給你了,不用 然後那條線就直行直過 好了,接著就看A和C 好了,我們就放下,這點就是A,這點就是C 那你試一下可不可以畫一個Wade diagram 就看看那個圖片的方向在哪 好,首先我先看看這條線 這條平衡光線,你發現這三朵花 或者用三支筆,應該用花比較好 這三支筆其實都是可以共用於這條光線的 所以這條光線我就不畫了 我只是畫一條直行直角的光線 用A和C 好了,你看到我A的筆頭畫了我穿Optical Center 其實你看清楚的話,我覺得自己穿得不太好 但真的不好意思,我當快鏡就在這一點裡 畫完之後,你會看到 它就會在這點紅點裡 和這條平衡光線的折射光線相交 相交那一點,這一點就是A的圖片 所以A的圖片就是這裏 所以你會看到近那一朵花 這本一朵花是近一點的 它在相片裡看到是大朵一點的 就是這個位置 C就是細一點的位置 C就是指筆軟一點的位置 發現相交的地方是這點 這點就是C C的圖片就會細一點 對呀,因為越遠的話 那些地方的花就比較細一點 好了,我們看看A,B,C 這三朵花的話 其實這個圖片都有各自的最焦點 但是你只可以把鏡頭 把片子或者你拍照的感光晶片放在某個位置 例如我放在B部分的話 你就會發現A,A和C在這個位置就會不清 不清是甚麼意思 就意思是說A要放兩條光線 你去到這個氛圖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有兩條光線 兩條光線的話 就意思是說 這個是花的頭來的 那就是說 這裡有兩條花的頭就分開了 分開了就好像你 如果你有近視或者散光也好 那些東西就會散開了 那這個就叫做蒙 不是一個sharp image 好,所以就知道 為什麼A和C都會是蒙 就是一個sharp 就是一個sharp 這樣來 差不多 好了 好 來